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各国的发明 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 今天要聊的这个发明 不是说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什么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 是吧 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今天要聊的什么发明呢 就是意想不到 这些东西竟然是你们国家发明的 想不到 大家都以为乒乓球是中国人发明的 实际上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 真的吗 只是中国人打的好 可是可是英国人打的特差 哈哈哈哈 是吗 对 这样说的 我没听到 包括女日利亚都超过英国 哦女日利亚的乒乓球 还真的有很多的运动员 对啊挺厉害的 旋风球 我们这样我们先从小辈开始聊起 澳大利亚有什么样的发明 是被埋没了 其实这样还好 因为我要说的 其实我觉得是 是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大家都有接触过 那个东西呢就是 Oh jesss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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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里也要谢谢一下大家 因为你们 每次买一个任何装有WiFi功能的设备 都会给澳大利亚送一笔专利费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连线网络在澳大利亚发明的 网络是在英国发灵的 但是你们用 连线吧 那你继续连线上网吧 还可以的 没有网络怎么用连线网络 下面我告诉你 啊 您的还有一个发明的就是 没电的时候还有WiFi 没有Wi 我没有电的时候还有WiFi 如果我们没发明 你又不能再发明一个没电的WiFi 所以你还要谢谢我们 我们先发明 我继续刚说的吗 这不是我刚说的吗 我有话要继续说 我们先发明 你的 我其实我一直没弄明白 不插电的WiFi理论上 是不是就是WiFi上接了一个充电网 是 应该就是 就是移动WiFi 不是 它是永远都有电吗 还是要先充电 太阳的吧 应该太阳有 太阳能 对 你在乱说 绝对在乱说 这还是电 那太阳能也是少化为电能 你绝对在乱讲 变得好 我有话继续要说 比如说WiFi 你们可能不太满意 啊 那我再说一下 学来不满意 又能冲小的 又能冲大的 马桶 也是澳洲发明的 再说 那个什么B超 心脏起搏器 还有什么人工耳窝 都是我们这边发明的 而且再加上上次你说的什么 坦克就是对俄罗斯还是 俄罗斯坦克最多的 坦克车也是澳大利亚发明的 I'm sorry 不用谢 我们的 不用谢 坦克的履带是我们发明的 如果没有我们的履带 你们就一破铁壳子 那你 你本事这么大 你就 从头发明 你就是发明不了 还这样说 我不得不承认了 这些发明确实很厉害了 但是小辈吵架也是很厉害 他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是打得非常的光 冠冕 好 对 够厚 666 哈哈 你好 英国有什么样的发明是 我们不知道 没有 是你们发明的呢 知道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发明了澳大利亚 发明了美国什么的 这些我就不说了 你们发明了我们 是的 是的 在英国来之前 我要说一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是 美国是全世界发明的 牙刷 牙刷 yeah that's right 因为之前 而且之前 哈佛大学他们做了一个 调查 就是他们研究 哈佛大学是哪所大学 对 就是我们发明的美国 美国其中一个大学 做了一个研究 然后就发现 发明一个国家 对美国人来说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最有用的 打败了电脑 打败了汽车就是 牙刷 牙刷 几乎每天都要用 哎你最近是 口音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最近说英语 你舌头是不是被烫了 他最近卖三明治 真的卖三明治 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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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刷是什么呢 是刷牙的工具 真的 真的 原来牙刷是刷牙的工具 太厉害了 谢谢 我科普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 设定一下 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可以 我们清楚了 我就说下去 有一个英国人 然后他就 这个时候他在坐牢 他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可能闲没事干 所以他就觉得 要不这样要刷吧 然后他就把 肉骨头 然后里面 转一些小空 然后小空里面 把一些猪毛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这样就是刷牙 然后就变成了 现在的牙刷 对 但是我很好奇 就是你们有了牙刷 用什么来刷牙 不就是牙膏吗 这个牙膏 就是我们爱解人的 所以你有牙刷 没有牙膏 有什么毛用 用牙膏 没有牙刷怎么办 对 而且我这边有个资料 其实牙刷是中国人发明的 哦 明朝有一个皇帝 明孝宗他发明的 是传到西方被改良 所以他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其实我也查了 那个那个 是埃及发明 但是我也没有 我就让他说 不想说他 对不对 让他有点东西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发明 猪毛 他们发明 哪个牛关于牙刷 我还是坚持是英国发明的 听我说 就是你们挂在那个墙上的牙刷扣 是马来西亚发明的 很少用到 我们都放在杯子里 挺方便的 挂在墙上 你知道吗 就是你买了衣服 你要放在衣柜里面好看嘛 然后你买了牙刷 你就要放那个牙刷扣放在 比较好看 很少很少 比较英国 这个有哪个国家的正面 你自己家里的牙刷挂在墙上吗 什么 哈哈哈哈 哈啰 哈啰 意大利有什么样的发明 意大利面 英国唯一一个能吃的东西 原来是意大利发明的 哦 啦啦啦 Fish and Chips 因为1860年的时候 威尼斯三人喜欢去英国 法国这些国家做生意 嗯 然后呢他们 他Fish and Chips 带来英国 然后呢英国学会了 现在变成了 英国唯一一个能吃下去的东西 但是呢 是我们这里发明的 因为美国 谢谢你们不然都没东西吃 好辛苦 这个是我们消失后 在我们的消失后 那个课本都学的东西 英国的课本没不编进去啊 我们的英语的课本 我们在学时间历史啊 什么地理啊什么 我们学什么那个炸鱼薯条干嘛 我觉得我 你们的历史能这样的只有这个 我觉得我们美食太多了 哈哈哈哈 炸鱼薯条 是我们最无聊的 最没有讲究的 这个确实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我真信了 你们英国的美食 接近于你最近的口音 越来越优秀了 是不是 爽的也不咋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 Yoyo 我曾经也跟大家说过 Emoji 或者什么唱歌卡拉OK 都是日本的嘛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有点就没想到 而且跟中国挺有关系的 1 2 3 Open Slide 什么 电脑麻将桌 电脑麻将桌 不是我们四川人发明的吗 自动的洗牌 其实是这样 四川人发扬的 麻将是从中国人发明的 后来一名就 中国的麻将也移民到日本 然后日本也流行的 移民 对 就差不多 传进日本了 然后就在日本 日本人比较喜欢这些效率 然后这些洗麻将的这些 还特别麻烦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日本人发明了以后 在中国现在卖的也特别好 对 真的卖的很好 日本人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发明 比如说他手上发明着电动麻将桌 脚底下是电动按脚的 对 头上可以带个电动吃的喝的东西 一天也都不用说话 就是这样 就是 早晚退化 因为日本人那个手活比较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阿根廷 你们肯定会说阿根廷没有什么发明的 空气 然后我最近听了一个新闻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在 在解决 解决 解决 哈哈哈哈 你第一遥选 干嘛还要起范儿啊 我起范儿了 你第一遥选是 哈哈哈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在 在解决 哈哈哈 这一环节你说你的 知道你肯定精彩 就不会带到我们 我就不用不用补画 然后眼睛都干 这个这个新闻说 中国人猜猜猜那个什么 才解决了这个圆珠笔的那个 那个怎么说滚滚珠的那个 怎么怎么怎么生产的 但是我们早就在1930年 我们就在1930年 我们发明了圆珠笔 87年前 你们肯定都用过的东西 87年前啊 本人比谁还没生呢 然后呢 他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发明者 他是在观察一些小孩子 他们玩那个玻璃球 然后突然那个玻璃球 经过了这个有积水的地方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玻璃球 的痕迹 就觉得 痕迹 对到一个 痕迹 被带了 哈哈哈 痕迹 对这个痕迹 你看被带坏了 痕迹 这个痕迹 所以这个灵感是从这里来的 嗯对 哎这个好聪明啊哈 是的 你还是点药水吧 你感动的都流眼泪了 nest 圆珠笔的发明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美国好了 美国有什么样的发明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最近美国人发明的东西 确实挺多的 又要说大星人 比如说 大星人不算 呃 比如说贝尔先生 发明的电话 bell Mr Bell 对吧 哦 非常 还有 但是 他本来是苏格兰人 对啊 他是英国人啊 所以谢谢你英国 还有那个 努曼先生发明了电脑 但是他本来是 匈牙利的 对 对 你还好意思说 所以谢谢你们 匈牙利的朋友 感谢大家 但是我还是 就最想感谢的 还是我们所有的 德国的粉丝 因为 粉丝 粉丝 因为没有他们 就没有现在我们都 就最爱的汉堡 来来来来 在汉堡上是 汉堡 他们吃的是牛排 但是他们开始移民到美国之后 美国人就 把这个牛排放在面包里面 也加了菜 还加了番茄酱 所以现在我们有 我们的 哇 这个发明真的是 一天就搞出来了 哈哈哈 美国这个 来自于德国的移民到美国的人的发明 还是挺厉害的 对啊 我也是这么追的 嗯 因为汉堡现在也算是席卷全球嘛 对 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 有什么样的发明 是我们印象不到的 我要说的就是直升飞机 哦 耶 哇 好吓人 好吓人 对 这个你吓人 他吓人了 就是 他的名字叫 Igrivaner Sigors 他还好吗 对 呃 他还好 他 呃 他在 1910年的时候 发明了这个 悬翼 飞行器 对 就是 就是 原型 然后在39年的时候 他发明的第一个 呃 直升机 试飞成功 之后 全世界 他发明的那个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一款 然后呢 现在 呃 世界上95%的 呃 直升飞机 全是按照他的那个 就是刚刚那个样子 对 原型 来做的 对 1939年 1939年 对 在阿根廷是第一个 做的成功的 直升飞机 1922年 对这个我知道 他是通过 他是 他是在1910年 通过他的那个 呃 他的模型 他的概论的那个 然后 你们这个飞起来过吗 这个是第一 能飞起来吗 能飞起来 这个是第一个成功的 直升飞机的 对 对你说 10年的那个 没有飞起来 这个飞起来 哈啰 excuse me 两位 哈哈哈哈 你们听说过 Leonardo Da Vinci 达芬奇 对啊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 这是一个超稿 第一个飞机的超稿 所以这个是意大利人 发明的东西啊 这个是重宝吧 但是这个没有人 肯定是达芬奇自己都不敢做 哈哈哈 我们是给你们这个想法 但是而且 而且我听说过 有一些人去模仿 就安达芬奇 绝世的东西 做不到 哈哈哈 这个这个关系特别像 刚刚那个什么 谁发明了网络 谁发明了WiFi 谁发明了不插电的WiFi 对啊 都有功劳 但是俄罗斯功劳最大 他 因为讲的是像现在的 对对对 直升机的是俄罗斯 公务最大吗 最最重要的部分 是围巴的那个地方 哎 你说如果能确保安全的前提 之下 我真的很想有一天 买羊笔送上这种飞机上 哈喽 就是整个人就漏在外面 再来看一下旅瑞 哎 你们有所不知 我们马来西 刚刚那你说过了是吧 马牙刷的那个挂钩 好 谢谢 那那个是比较不重要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也是影响 比牙刷钩还重吗 苗筋的挂钩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发明了这个 USB 关于这个USB嘛 这个故事是很有趣 是 这个人叫潘建成 潘建凯 潘建成 不是 不是这个 潘建成 然后本来他就是有了这个研究的这个项目 想去我们马来西亚政府那边跟他说研发 大量的研发这个东西 结果马来西亚政府拒绝了他 然后他没有放弃 他去了台湾 自己开自己的公司 然后结果真的研究出来USB了 就是 他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在台湾那边研究出来 他还回来吗 他 过后 他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府 又请他回来给一个讨论 就讲USB的东西 又请他回来 然后我觉得他 我就是台上感觉他觉得蛮可惜 就是为什么这东西 本来是在马来西亚了 为什么要抛到国外了才发言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尼利亚的发明 你好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也是 我个人认为很棒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认为很棒 大家都知道 非洲有很多很多地方比较热 是吧 热到如果你把巧克力放外面 真的马上去化了 但是 什么东西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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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知道 我们你俩店也不足对吧 店都会不足 你们发明很多不用店的东西 所以你没办法把巧克力放那个冰箱 对吧 所以呢 有一个尼利亚人 然后呢 他发明了一个 耐热巧克力 但是 不好吃 很好吃 你还没吃过呢 只耐热 带了吗 带了一会儿 哇哦 我觉得他如果有这经历 还不如把店多 你不要喝 嗯嗯嗯嗯嗯嗯 如果你把它放得很热很热很热的地方 它也不会融化的真的 在嘴里怎么融化呢 融化你放嘴里面 你放嘴里面 你咬啊 我饿了这个那个时候 但是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我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来啊 来啊 胡说八道 所以带了 稍微等一会儿 一会儿 对啊 我们一会儿拿机器去拍 你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今天不吃了不录完 哈哈哈哈 哈哈 他每次在节目上假装大气哈 对 我们今天你就没带 钱多多话波波 不一样的人一样的抠 我看你们俩谁早日接下这个表情 你救我 我真请大家来我家 罗世杰你救我 罗世杰心里还在想说 我还有五万的贷款没还 没有一句话 我我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家 但是他对他没 因为他太远了 去过钱多多家的举手 没有没有没有 去过华波波家的举手 华波波 好这一轮华波波受 有请华波波发言 yes here we go no yes 感谢会儿 下次我停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 一朗发明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高跟鞋 那这次我想讲的是 是领带 哇哦 原来这很伟大的发明 陈铭老师最喜欢的就是领带了 为什么最喜欢领带呢 不只是我了 不只是我 他造福了非常多的男性和女性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在波斯帝狗的时候 就波斯人他们去狩猎的时候 或者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会拿一个绳子 绕到他们的脖子上 那比如说他们狩猎的时候 他们拿这个绳子 扔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爬上去 完了之后 或者打仗的时候 用这个绳子打人杀人 然后再打仗 所以从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 就这个东西很流行 男人出门 要带一个绳子 在他们的脖子上 所以您看看 这个是波斯帝狗 然后你看看 我们这边有的这些领带 这些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类似于 类似于领带 就是男人经常会戴 虽然今天在做的各位 好像你们很少用领带吧 说的太语 现在在伊朗反而违法这个东西 违法 对 为什么 如果你在征服工作的话 你带领带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你在 对 你在电视上绝对不能看到 任何的领导人 或者征服的人 他们带领带 我们就是想要演电视剧 所有的演坏人 都是带领带的 哦 对 所以 所以 经常看我们节目 满桌子的坏人 现在就我一个 他们都没带 好吗 我觉得伊朗政府 觉得这是西方过来的东西 他们没错 不信 因为我不接受 这是伊朗发明的 我听说的两个理论 都是说是 欧洲一个是 宋伯宁哥不在 我就提他说一个 宋伯宁哥 一个一个 宋哥 一个说法就是说 法国 法国士兵 之前 他们都会在脖子上 系一个布条 后来变成了时尚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是英国男人 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太喜欢 但是我就说 就是英国男人之前 吃饭 就是吃肉 他们用手抓这样子 然后就是吃完了 就是在在衣服上插一下 然后他们的老婆 这一段像上这个画面 很有可能是 这一段有个画面 我可以想得出来 北方人 北方人 然后 这些妇女们 可能要帮他们洗衣服的老婆 或者母亲 他们就觉得 哎呀 这样特别不好洗 所以他们就给他们一个布条 就是系在脖子上 然后这样他们吃完饭 他们就用这个 就是擦擦他们的手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 fashion 对 所以你们把西方的 这样吧 不管领带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反正打领带是一项 在没有找到自己的心爱的 另外一半之前 男性基本上 一定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必备技能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大家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 参与这样一个打领带的游戏 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厂前 来 GRE1 LENA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 就是今天的领带大战 对 我们这样 我的右手边从陈铭老师先开始记 然后记到最后到钱多多之后 钱多多 给陈铭老师记上之后 你们的时间就可以终结 这边的话是从悠悠开始到米可 米可再记回给悠悠 时间就可以终结 我这个是规范 按照这个标准来 看打得多好 我自己打的 你穿下来了还会再记上去吗 当然不 可以的 来 3 2 1 比赛开始 用技巧 他先给自己打 打完了之后 套 他在套上去 浪费时间 快快快快快 那边第二个都快记完了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加油 这边已经记到第4个人了 啊 这边才记到第3个人 ok 你们快点 我这边第二个人 你们俩借个领带至于吗 他想这样怎么没办法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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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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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那边现在比你们领先一个人 假如你年代 别动 别动 你该先回答你了 你开了 好 快 好 好 好 嘿 好了 见到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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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异样 好嘞 好嘞 妹妹 tells me I'm a king I'm thinking why not Baby why not Oh, take a sip, take a sip now Take it down, take it down now Say hi, say hi, say hi, say hi Oh, do you dance, do you dance now Sing it loud with me right now Say hi, say hi, say hi, say hi Cause I believe we can fly now Spend your wings and kiss the sky Yeah, I mean we could fly now Spend your wings and kiss the sky So we can kiss the sky We can kiss the sk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